大家好,我是Rony 那我早上沒有提案 那我今天就是自己就把它再推進一些進度 所以就下午來做成果分享 那也順便推銷一下就是立委說了什麼 這網站在幹什麼 然後就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首先就是共筆的部分 大家可以到我的那個成果報告頁 這邊有個共筆的Book Mode 裡面就有所有的相關連結都在這裡面 所以想要知道這個專案的介紹 跟它怎麼使用的話都可以在這裡找到 那其中這邊有個前台 前台就是網頁的部分 那這個Say It Say It是一個本來是一個 那個歐洲那邊的一個 那個Office Society還是哪一個 就他們做的一個就是專門顯示竹字稿的一個 網頁介面平台 Amice Society 對 然後我就那時候就想說 用這個介面來做立法院公報 來讓大家知道立法委員講了什麼 所以來舉個例子 例如說我在這邊搜尋發言 我就搜尋 既然來到台南那就來搜尋施木魚 施木魚 然後搜尋之後 然後這邊就會顯示跟施木魚有關的結果 例如說謝謝高雄安委員 我們中午休息吃石斑魚跟施木魚 對所以點進去裡面就會看到 裡面有那個立法 立法院的開會紀錄 所以主席是誰他講了什麼 然後接下來邱顯之講什麼之類的 然後哪一個官員講了什麼 所以會有一個這樣子的像竹字稿的一個紀錄 然後如果你覺得這段話很有趣 你就可以按這個link in context 然後把這個連結複製分享給別人 所以以前那個立法院公報是PDF形式的話 你很難分享給別人 因為你分享的時候 你一次就要分享一個譬如說幾十Mb的檔案給別人 別人是很難使用的 但是變成這樣的形式的話 你可以一句一句 把這連結複製給別人 讓別人來使用 那這就是LYSET想做的事情 所以目前已經把就是 持續有在更新把最新的公報都匯入進來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了解 立法委員會講什麼 或你想要關注一下你選區的立委的話 都可以來使用這個網站 那今天主要做的事情 我整理在這裡 今天主要是對APL做一些調整 然後以及本來之前只有支援那個 就是委員會有照片 那今天已經可以看到說 有一些像那個 政府官員的照片也會錄進來了 對謝謝Avelyn幫忙 然後 對好像也沒有什麼其他特別進度了 所以總之大概這個就是LYSET的 大家如果感興趣的話 那可以到那個 Slack的TWLYConsole這個頻道來討論 對如果對立法院資料感興趣的話 好 謝謝